好,那我们设定完毕之后,就先来录制一下键盘的部分 那你可以选择键盘的音色,你可以选择合成器 那我就用古典大钢琴,按完成就好了 然后选择第一个,这个一二三四代表四种不同的节奏形态 比如说这个,第一个 好,第三 第四 好,那因为我要抒情歌,我就用大钢琴的部分来做 其实还有其他像电钢琴,你可以使用 然后比如说第一段的,第一段的和弦 好,第二段 好,全部看你自己需要的那个节奏形态 那我直接回来这部分,然后做名歌就比较一般的钢琴 好,那我调在第一段 在录制的时候,我们从CMFG分别去跑 然后在这边会有显示拍小结束 那我们基本上在转换和弦的时候 你不要刚好在第二的位置才转换 它的声音会很奇怪 就是它的那个和弦转不过去 那我们通常会在第一的最后 最后这个 最后这个半拍,再下 好,那我开始录了 录的时候它有预备的 这个就是视觉化录制 好,像这样就有点快,对不对 那我们就可以再重新到前面重新再录 再一次 好,这个部分就是要调整一下 你就要自己练习到刚刚好拍点 刚刚好在那个阶段去调整 那如果说不行的话 你可以把它的拍速 比如说86调低一点 然后由这个方式来做录制 对你帮助会蛮大的 没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那这时候就可以暂停 那我们来听听看 你可以恢复它原来的速度 比如说原来速度是86 那我们86的速度来 播放看看 好 那个哒哒哒的声音 就是节拍器的声音 你可以把它关掉 在录制的阶段 你是可以把它打开 然后让听听看 你的拍点对不对 然后这就基本上 就是第一个小节 第一个轨道 古典大钢琴轨道已经录好了 大钢琴轨道